视频前的小伙伴们 大平坚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哇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去 这是什么地方啊 哇 好黑啊 这里边发生过什么呀 这么磕 这一个床帘子 有人没得 映入野帘子就是一双大皮鞋 食堂什么的 这里消失出饭口 这里还有一点什么设备啊 这个暖和是老演员了 上一集也出现过 这里边 这么黑啊 这里感觉是这个医院 吃饭的地方 这里还有个围裙呢 不过我觉得这倒挺有感觉的 还有个大缸 哎呀 出来之后 下雨了 进来的时候 晴空万里 出来的时候 乌云密布啊 有人没得 哇 这里是做啥的呀 来来整个小椅子 我去 是什么玩意儿 一个模特 这边还有呢 哦 哦 地上有一堆鞋子 老母亲是做什么的 哦 这里好像是洗衣房 96年的 这个字写的真是漂亮 在这个画板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什么 病衣服 哇 能到这个小门里边 是大平间吗 是不是现在小伙伴们大平间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哇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还有一位老奶奶呢 这有一个大冰柜呀 特别老式的一个冰柜 这个冰柜特别老 上面都绣级斑斑了 还是石家庄厂的 哇 一靠近这里边都凉索索的 不知道在这里扔了多少年了 好 有什么的 好用 印入我眼帘的就是 这么几个东西吗 上面都已经破了 哎 什么镜头 哇 这里也有一个大冰柜呀 这么老这么黑呀 看着上面的字 哦 哦 这是一啥呀 这是黑色的东西 怎么看着像油呢 怎么 黑布朗洞的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啊 地上有这么多的酒瓶子 还有蜡烛 一 两 三 这个里边是能 装三个 哎哟 破酒 现在应该很多 医院都没有带大冰柜的了吧 这个医院明显是老医院 这墙上怎么是红的呀 哎呦 这还有一个 银箱呢 冰柜 怎么都倒过来的 哇 过去了 这个应该是解辟台吗 这是不是那个解剖台啊 上面都没有个大灯了 怎么过去 池子 台子 好不然还有个椅子 细丝有点空啊 这里边堵得咽咽湿湿的 还有水池子呢 有可能是洗澡的 也有可能是 那个啥的 这里面太黑了 我在这个桌子上 居然看到包子了 这是小包子吗 这么硬 大家听到声音了吗 这包子 曾经的面屎 都成了跟石头一样 一样硬的东西了 哇 还有油条呢 也是挺硬的 大家听听的声音 我这 不过这怎么都没 怎么都没长毛啊 包子也没长毛 然后油条也没长毛 而且还帮帮硬 有点想不通啊 这里就是 卫妻医院的 大平间了 这一共大概应该有这么 三千房 然后三个冰柜 三个冰柜的话 最多是能 同时存放九个 还带一个灵堂 感觉这里边 五脏飞小 但是该有的东西还都有 但是它跟终点站是比不了的 下期见啊 拜拜